很多人问被乔峰评价为点学功夫的异扬指 为什么到了射雕音讯传却能成为媲美祥农石帮掌的存在 其实呢当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更多时候是习惯性的把人和武功绑到一起了 但是在金武侠的世界当中 通常都是没有最强的武功 只有最强使用武功的人 翻开天龙八部 异扬指一直都是当时第一流武学 只是异扬指的使用者最强者不过是骷龙 而骷龙在全书中仅有一次短暂出手 其次恐怕就是段正明与段言庆 这两人只能算是书中一流高手 达不到绝顶之境 所以很多人就理所应当地认为 异扬指在天龙八部中并不是第一流武学 另外呢关于异扬指在书中的定位非常明确 段玉出入狼环御动时就发现一个满是灰尘的架子 此前这个架子上堆满了江湖上各门各派的武学秘籍 后来被人取走 这里呢有一个续节很重要 原本是在少林派的千条下柱缺一金金 在丐帮的千条下柱缺降龙二十八掌 在大理段式的千条下柱缺一阳指法 六脉成剑剑法 圣汉的字样 所有缺失的密集皆是天下第一等武学 由此可见一阳指的地位排名并不落后于降龙十八掌 因此呢射雕中降龙十八掌和一阳指齐名就显得很正常了 既然降龙十八掌和一阳指在设定上是不分伯仲 那为什么总觉得一阳指会给人感觉要弱于降龙十八掌呢 为什么被乔峰评价为点学功夫的一阳指 到了射雕音转传却能够成为媲美降龙十八掌的存在 原因一 天龙八部中没有人能将一阳指练到高品级 天龙八部中金波志独创天龙四十 骷龙顿本音一阳指练到了第几品 本音惭愧地表示指练到了第四品 参考本音与段正明在播种之间 由此可以分析得出段正明大概率也是到了第四品境界 骷龙实力稍强 但是猜测最多也就是三品左右 参考原文说段正纯无法像哥哥段正明一样 能把一阳指指令外设三指之外 可见段正纯的一阳指水平还在五品之外 众所周知一阳指按照境界公分九品 一品最强九品最弱 一阳指意恋难经 天龙八部中大多数人都只修到了第四品的境界 因此呢 用一阳指来对比乔峰的翔龙十八掌时 遭到了咸天性的碾压 不是一阳指不强 而是天龙五本等人拉低了一阳指的威力 按照原文的描述来看 最高级的一阳指在威力上 未必会若于六百神界 如果是段鱼这种内力充沛的人使用一阳指 相信绝对是乔峰也不敢小觑的 原因二 乔峰抬高了翔龙十八掌的上限 乔峰是翔龙十八掌关键的传承者与改良者 他在天龙八部中因为顶着战神属性 直接把翔龙十八掌抬到一个不属于他的高度 但是乔峰之后 红旗公和郭静的翔龙十八掌就稍微差些火候 而一登则是大理段式的武学奇才 虽然他的一阳指品级被比达到了绝顶 但一跌一掌就造成了两者旗鼓相当的结果 为什么被乔峰评价为点学功夫的一阳指 当时射雕运行传却能够成为媲美翔龙十八掌的存在 原因三 段正纯代表不了一阳指 前文说过 无论是天文八部还是射雕运行传 一阳指在设定上都是不输翔龙十八掌的 嘲讽所谓评价一阳指是一门点学功夫 其实是颁给段正纯的 小金五国之战段延庆数十招后将段正纯死压制 语言文道 段正纯见手中常见随时都会断折 于是左指点出真是一阳指手法 他指令造诣 偷不及乃修段正纯 难以于三指之外 这一指自然伤不到对手 乔峰眉头依旧不倾倒 此人近似不会六脉神剑 比我异地游有不容 这一指不过是极高明的点学功夫而已 这就是乔峰对一阳指评价的由来 乔峰之所以给出这种评价 完全是段正纯对一阳指的使用太差 如果是段正纯与段延庆使用 恐怕乔峰就不会如此高兆了 所以乔峰评价一阳指是一门点学功夫 是有针对性的 就来评价段正纯的乔峰指 原因四 没有最强的武学 只有最强的人 指法无忧烈 内力又高低 以乔峰指为例 在神雕和乔峰中 除了一灯之外 其他使用乔峰指的人 都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首先是乔峰最强的弟子 朱子柳 应该还不是断壁前阳锅的对手 到了乔天同龙记当中 今天一笔 初上的灵 恐怕只有江湖二三流水平了 一样指 到了他手中呢 这是稍微高明的点学手法 小龙十八掌 也有尴尬的时候 在乔峰 红七公 郭敬手中 几乎是无敌于天下 后期 叶律琪也学会了 猜测的水平 不会太高 至于到了乔天同龙记忆中 盖方帮助石火东 与混元P对手 陈坤 连队十二掌之后 简单交代了一下后事 就匆匆下线 猜测及实力 也就是名教法王水平 离绝顶高手还差很多 另外 一样指 武功定位上 其实呢 不输六脉神剑 一样指的困难之处呢 只在于 一学南京 入门容易 但是想要练到最高境界 却非常之困难 而六脉神剑的难度之外 在于门槛 跨过门槛后 只需要多大练习 就能够达到绝顶之计